早安 早上好 早安 你要再睡嗎 你要再睡還是要起來了 準備要去吃早餐了 喔 好不好 現在我們準備要離開了 然後我們要前往下一個景點 現在正在打包行李 悠悠開心嗎? 不開心 因為要走了 我前幾天有買了一個墨鏡 要給這一天都載我們的司機大哥 然後我決定呢 等一下送給他 這裡有一個禮物給你 你可以開箱 謝謝 你可以穿它 嘗嘗 好可愛 悠悠你來看悠悠 悠悠有沒有好看 有沒有適合她 好可愛 好可愛 謝謝 謝謝 嗨各位 然後我們現在是晚餐時間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了 有一個叫Green Hill的一個商城這樣子 然後今天因為有點下雨 再加上因為爸爸剛剛牙齒痛 所以我們剛剛下午的時間 是陪爸爸去看牙齒這樣子 然後現在準備來吃他們這邊 菲律賓當地的一個餐廳 接下來呢我們現在來吃晚餐了 然後我來體驗看看菲律賓當地的美食 第一個就是這一盤 這一盤叫做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Balabo 叫Balabo Balabo 它的麵條感覺是有先油炸過 然後再淋上它這邊特殊的醬汁 喔 它的醬很好吃耶 它有一個酸酸的感覺 而且它的麵條很酷耶 因為剛剛我看到它是白色硬硬的 但實際上淋完醬汁吃 我覺得有點日式的感覺 下一個要來吃看看他們這個肉 這是雞豬混合的 可是看起來很像是台灣的那種 五花肉的那種感覺 好吃嗎? 好吃耶 這個味道很重鹹喔 它感覺有先醃製過 然後再炒過 所以它的味道會更濃 這一盤呢非常非常特別 我剛剛聽到我有點嚇到 因為他說 這是用豬的臉頰去做的 然後好像還有豬耳朵 嗯 我覺得它的味道比較有一點重一點 它有點酸酸的 感覺有加檸檬或是什麼的對不對 對 那個小的那個豬子 喔 因為它有炸過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 可能會有一點點的油膩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還好 那我們來吃看看它這個芒果絲 這是青芒果絲喔 這可以當作開胃菜 我覺得他們可能這邊 天氣都會比較炎熱的關係 所以他們有這種涼拌的青芒果絲 就比較適合配飯 有時候如果你吃它油膩的話 你吃一點這個 是可以解膩的 下一個呢 是它這邊的魚 喔 好好吃喔 有吃嗎 沒有 它煎得很酥脆耶 這邊是利賓的國家魚嗎 對 國家魚 叫milkfish 這個魚很好吃耶 尤其是它的魚皮 因為很多台灣的魚皮 其實算是比較薄 但它的魚皮蠻厚的 所以咬起來那個脆度 喔 很厲害耶 接下來我點了他們這裡的 一杯飲料 它是叫做 烏白 烏白 這邊有 好濃喔 超級甜 這個在台灣應該是全糖 在加糖的那種等級 好甜喔 它裡面有加那個小顆的 很像是那個 摩摩渣渣 如果說你真的愛喝甜的話 一定要來喝看看 這裡的甜度 絕對是超乎台灣人的想像 我們現在 在路邊遇到賣花的小朋友 然後他們一串大概二十塊 大概台幣十塊左右 我才會賣花的小朋友 我不知道 這樣是怎麼賣 這樣是怎麼賣 二十 二十 一個二十 兩個半 兩個半 謝謝 謝謝 然後明天就要回台灣了 然後因為台灣的防疫規定就是 回去前48小時 要有一個PCR證明 所以我們現在後面就是在做PCR 這次爸爸試吃 簡易人員可以直接在家裡 直接在家就進行PCR的動作 我覺得蠻酷的 那我們現在的午餐呢 要來去吃這邊菲律賓非常有名的 Jollibee 那為什麼今天來吃呢 就是因為前幾天 因為我們附近那邊的Jollibee 其實炸雞都缺貨 那今天好不容易這邊有炸雞 我們就決定去吃午餐 那這支影片呢 我也會上在我Youtube頻道上 記得去看這支影片喔 嗨 各位 那我們現在呢 下午的行程呢 就要來找他們有一個觀光的地方 這裡是BGC 然後這個是威尼斯的 Ground Canal 什麼 這邊聽說有一個類似那種 威尼斯遊船的地方 這邊好漂亮喔 這邊有多不大 這邊有多不大 嗯 妳覺得怎麼樣 好想要去吃 耶~~ 哈哈 這次呢選的是這個400塊 最多可以四個人到六個人 耶~~有沒有期待 有 有 走吧 走吧 欸 走吧 如果不知道在哪裡買票的 要進去百貨公司裡面買票喔 好酷喔 好美喔 對不對 對 對 他有自己採的 對 他有自己採的 台灣 台灣 歡迎來到威尼斯 哈哈哈哈 他說歡迎來到威尼斯 OK 很高興 哇 哇 哇 Bravo Bravo 然後我們現在到完一輪了 你們有頭暈的感覺嗎 沒有 因為妳會頭暈嗎 還好 還好 只有我一個人覺得有點混混的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蠻漂亮的耶 我覺得算是可以推薦給大家的行程對不對 而且像是它的價格我覺得 算還OK啦 一個人兩百塊的台幣 以當地來講有點貴 可是我覺得觀光程度來說 是覺得OK的 我覺得非常的漂亮 現在下午時間又來到我們的 星巴克 因為在這邊 星巴克打五折真的是太划算了 很欠喝耶 七八十塊 真的很划算耶 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這個海灘 那這個海灘呢 我覺得非常的漂亮 現在是平日的下午 大概六點左右 人還是超級超級多 然後它的沙灘是屬於這種白沙的這種感覺 所以它不是細沙 它其實是有點像石頭的 因為是人造的沙灘 所以我覺得比較沒有那麼天然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我覺得它這邊的海水 對 比較有 不是那麼的清澈啦 如果說 大家想要去來到這邊的海灘 我覺得 可以去那個 Mall of Asia那邊 那邊有一些摩天輪 或是像遊樂園 搭配著海灘 我覺得這樣攀起來會比較好看 在貝律賓的最後一天 爸爸也不行 會想爸爸用 爸爸 我們公司啊 你看我們公司要對你 拜 我們來搭吉普尼囉 我們第一次來搭吉普尼 我們第一次來搭吉普尼 這個吉普尼一個人搭一次多少錢 大概台幣五 最低 大概五塊錢就可以搭了 所以比一般的公車還要便宜 然後我們現在坐的 其實已經算是人比較少了 對 我之前在路上看到人是擠到沒有位子 而且都要用站的 對 你想像這麼低的地方 要怎麼要站那麼多人啊 對不對 你看前面這邊 可以 四季以外坐兩個人 對 然後還有 悠悠 悠悠 出了看 那這個吉普尼呢 因為它的路線其實真的很複雜 然後通常都是一個方向而已 所以說如果大家來搭的話 真的要小心 因為像是你的手機啊 電子產品真的要注意它有錢包 那我現在身上是什麼都沒有帶 我沒有帶包包出門 我就帶手機 所以剛剛他們那邊的人跟我說 我的手機也要小心 不然其實很容易會被人家拿走 這樣子 菲律賓呢 其實有很多這種街邊小吃 那這種街邊小吃大部分都是賣炸的 有點像小吃攤的這種感覺 這邊我覺得算是他們比較local的地方 就是很在地的街道 今天的最後一餐 也是吃義大利麵 為什麼 因為要配合爸爸 然後爸爸要推薦的 好不好 是悠悠喜歡的鞋塊麵 我沒見我要怎麼吃 我都吃醬啊 醬最棒了 我們現在呢 要回家了 然後今天 幫爸爸補充物資 然後今天呢 是讓爸爸空手回去 我們兩個 小服務人 幫爸爸提回去 太強壯了 那我們就回家吧 開鏡頭 好的 那現在呢 就是我們要回台灣的前一個晚上啦 悠悠還是一樣在那邊玩電動 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其實已經收拾得差不多了 那因為 我覺得之後應該再過一陣子 可能還是會再來 所以我這次其實也有預留蠻多東西 是可以先放在這邊 然後可能等到 下次來的話 行李就比較不會那麼多了這樣子 然後明天就要回去了 其實覺得真的時間有點快 悠悠你覺得呢 悠悠你覺得呢 這個小子現在 一心都在打電動 根本就沒空理我 然後現在的時間是已經 十二點了 所以等一下再過 七個小時 我們就要出發去機場了 那明天再跟大家說吧 晚安 大家早安 現在是早上的 七點 早安 好餓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要去機場了 然後呢 因為現在回國要處理蠻多文件的 像是回去之後隔離的相關事情 還有關於疫情 這次需要找交很多證明 所以說建議大家如果出國的話 要回國前 一定要抓好時間 就是一定要提早來機場 然後辦理這些手勢 然後我們剛剛已經正式的出境了 我剛剛想說 下了一個血本 直接 買商務艙的機票 哎呦 哎呦 很勇啊 其實也是剛好因為 這次 回去台灣的 搬機的機票 只剩下商務艙 所以想說 好啦就是決定 這一天要回來 那就升級成商務艙 那我們現在要去貴賓寺了 等一下帶大家去看一下 華航在馬尼拉這邊的貴賓寺 怎麼樣 他這邊呢 機場裡面還有這種美食小站 對啊 這個炸雞腿看起來很好吃耶 他們真的很愛吃雞耶對不對 然後呢 旁邊這邊還有一些伴手禮 但是來這邊不外乎買的就是一些 芒果乾 對 或是像那種香蕉片 然後還有一些小餅乾 然後剛剛悠悠一直以為這個是甜不辣 不是 這個是炸豬皮 榴槤乾耶 然後呢 要來到這邊的貴賓寺了 哇 感覺很不錯耶 那我們現在呢 這個貴賓寺 因為疫情的關心性 也都用點餐字的 剛剛發現這邊的東西都是偏小份 然後我剛剛點的這個麵包 超小塊 欸放屁喔 沒有我錄到了 沒有放屁被哥哥錄到了 然後呢來吃看看他這個雞肉的粥 喔 蠻好吃的耶 很像是去錢櫃可以立立吃到的那個粥的感覺 然後他要點一個泰式的麵 寬粉 有點偏乾啦 但他的味道還可以 那我們就趕快去吃 因為等一下到飛機上還要繼續吃東西 所以我們就趕快進行啦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登機回台灣了 媽媽現在心情如何 很傷心 捨不得 捨不得喔 嗯 悠悠你會捨不得嗎 對啊 可是你這幾天都在玩手機的耶 不是啦 完全沒有跟爸爸有任何覺得捨不得的感覺 你記錯了 媽媽你覺得這一趟旅行怎麼樣 就是去那個Villa那一天還不錯 對啊 那其他的話大部分都在市區逛逛 不然就是陪爸爸 對對 對啊 所以說沒有說真正都有啦 就是最主要還是 來看爸爸比較重要 對啊 差不多到離別的時候了 對啊 以前覺得出國要回家 心裡都會蠻開心的 這次有一點 心裡有一點 不開心 不捨 都很不捨的感覺 捨不得離開的感覺 我也是耶 也就是想著爸爸一個人在這邊 對啊 齁 怎麼嘛 悠悠留在這裡陪爸爸啦 你 因為你留在這邊了齁 爸爸啊 你 那就是希望趕快再來啦 對啊 希望這次台灣的疫情可以再減緩一點 然後出國可以更方便 對 我們就可以常來了 嗯 沒錯 那這樣爸爸有什麼 想要對我跟悠悠說的話嗎 要多幫忙媽媽 要多幫媽媽 要多玩遊戲 尤其是悠悠啦 尤其是悠悠啦 知不知道 不知道 媽媽就輕鬆了 對 媽媽最重要就是要管你 三星產品要少用 三星產品要少用 這不行 然後我也會常常回去桃園的 沒有拍到爸爸 這個都是很簡單的事情 好吧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開心嗎 OK 好啦我們再拿他上去囉 好 可以蓋一遍 不要啦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啦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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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保重身體喔 好 好 OK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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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到台灣了 到了 怎麼覺得台灣也好熱喔 網路很好 跟那時候到那個 真的一樣的感覺 然後呢我們現在在台灣入境檢驗憑證的話 就是你在網路上就要先填寫好 然後填你的護照號碼 然後還要加上你PCR的結果 當做一個證明這樣子 那也確保說你入境的時候是陰性的 然後呢建議大家還是可以準備一個紙本的資料 如果說網路上的資料有錯誤的話 可以在這邊直接出示你的資料 剛剛經歷過一連串的就是檢查之後 現在要去拿行李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附近的一個唾液的篩檢這樣子 就是篩檢室的地方 然後呢我們現在準備要回家了 然後這邊有這個防疫租賃車 還有防疫建車 那如果是北北基陶竹的話 最多是收一千 然後其他的像是中南部的朋友 這邊就有租賃車的話 就有一個價目表這樣子 對然後中南部我剛剛看旁邊 還有那種巴士 一個人是四百塊 防疫巴士 那我們就走吧回家吧 掰掰喔掰掰 要想我喔 掰掰 那你可以上車 謝謝